2020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热闹展开 副市长叶匡时和金发局长福和中 一同来到南华观光商圈 感受年节采买的气氛 并且逐一发送精美的红包 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鼠年新大运 一美丽大冬头 南华过好年 让我们现场所有的市民朋友 鼠年新大运 2020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 18号下午在南华观光商圈隆重登场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与经济发展局长福和中亲自来到现场 与市民朋友一同感受年节采买的热闹气氛 这一次在过年期间 我们就有新移民东协市集 就创造出一个商圈的特色 我们高雄每一个商圈要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南华商圈本来已经是 在我们高雄黄金地段里面最热闹的一个商圈 传统美食 还有加上这个时尚又很平价的各种产品 已经非常受到欢迎了 现在又注入新住民市集 东协市集这样的元素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南华商圈会一年比一年兴旺 南华观光商圈商品种类非常多 多年来经发局也致力协助商圈转型 除了引进新移民市集也举办多元活动 创立商圈特色 而在拉动彩球正式启动活动后 副市长叶匡时也代表韩市长发送新春小红包 每一位拿到红包的民众开心表情全表现在脸上 很高兴啊 我们是冲着韩市长来领红包的 来支持他的 来支持他的 我非常高兴 这个红包我会永远把它摆在那个柜里面 当宝贝物品永远的断纪念 高雄过好年活动正式开跑 南华观光商圈店家邀请大家 只要在2020美丽大港铺南华过好年 具有识别的店家消费满100元 就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 让大家在采买的过程中 也能顺便试试过年的好手气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